廚房開業了 在聖誕節終於揭曉營業額 廚藝超凡的譚俊彥奪得終極男神寶座 真是實至名貴 今晚節目組 特地請五位男神大廚的好友 以及家人以神秘嘉賓身份來餐場 好像Sean的太太和一對子女就齊齊現身 原來Sean的廚藝 除了獲得大家一致好評 他的女兒和兒子當然是賺不絕口 兩位小朋友有沒有什麼東西送給爸爸 爸爸,可否親爸爸一口 好的…謝謝… 爸爸剛剛煮的食物很有型 他煮的食物也很好吃 他真的…他煮的食物很厲害 我最喜歡爸爸煮烏冬給我吃 是嗎?烏冬嗎? 是 你吃過全世界最好吃的食物 是爸爸煮的嗎? 是呀 就是爸爸煮的烏冬 你說上次去日本的烏冬是好吃的嗎? 不是呀 我最喜歡吃爸爸煮的那些三文魚 三文魚嗎? 是呀,我經常煮三文魚給他們吃 可能因為我的菜是香煎三文魚配應最兜禮 我自己在家裡不斷地練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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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不會吃到我的三文魚 其實Sean真的很重視這次比賽 還因為太緊張 前一晚對著太太發脾氣 誰知太太不僅沒有生氣 來日還依然帶子女來支持自己 令Sean相當感動 我很想跟他說一聲對不起 因為昨晚發了氣氣 但是他應該明白 因為我挺緊張這次男神廚房這件事 是 我自己真心覺得 因為去到最後我和Ascar兩個出去的時候 那一刻就兩個都贏了 因為我覺得我和他兩位是完成這個任務 完成得很好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 大家都完成了這次的男神廚房 同樣全家出動來餐場的 還有關李傑太太和兩個女兒 只不過傑哥的心情就有喜又有驚 事關他口響響話 自己平時都有下廚煮東西給家人吃 但太太一出現就馬上砸爆他了 他會叫我煮 很害怕 很害怕 爸爸很害怕 通常很少看到他露兩手 我想我試過吃時 我不是很舒服 工人又不在家時 他也很好 他也會煮 拍拖的時候 有沒有煮過兩餐給你吃 當然 拍拖的時候就有 拍拖的時候就沒有 就煮一下公仔麵 我也是吃公仔麵 你吃過媽媽唯一的食物就是公仔麵 是 當時加芝士 有 懂得吃是嗎 對 懂得吃 有特色的 我們說是有特色的 來日Ascar張慈浩 獲得星夢學員何俊樂 林均年現身支持 五韻龍就有好兄弟安智傑的太太 是Jessica C 以及兩個小朋友支持自己 他們當然都很開心 不過獲得很有坤哥支持的方力生 就似乎不太高興了 為什麼是坤哥呢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們在日本 感情是突飛猛進的 我們還沒有洗過糧 還三個人睡了一晚 是的 還有Javis 但是我也有問導演 為什麼不問我爹和媽媽呢 我說她打過去問的 是 但是我媽媽就說 蛤 我兒子煮給我吃嗎 那不用了 他就說不去 另外我最猜不到就是 Jessica C 是的 和小朋友一起來 Jessica和Andy 是我真是家人 沒有分別 就是她嫂子 Andy是我的好兄弟 他們兩個小朋友 就一出生就見到他們 是很親密的 就好像聖誕節 或者我Birthday 沒有人跟他們慶祝也好 他們會特別準備 Philip過來有些東西 要幫幫忙 去到她的小朋友 已經穿了超級英雄衣服 佈置了生日會 就是很溫暖 所以今天看到他們 也有一樣的感覺 菜果揭曉 小芳和Philip 以及關禮傑兩組不幸虧錢 只有Sean和Asuka 成功賺到錢 Philip就說對菜果很不滿意 而小芳就覺得 自己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我覺得是做馬 沒有可能我和他結 兩個人有四對手都會包尾 所以我覺得… 只有兩對手 對不起,我的中國人說不太好 其實我覺得最重要是經驗 如果我真的知道看到一筆帳 一定不會讓這件事發生 輸不要緊 為何可以做生意虧錢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最失敗 我三顆帶子,我就減一顆 對嗎?很簡單,就不覺得 對嗎? 多一點點 我還加了菜,你知道嗎 我還加了家裡的肉碎炒蛋 但早就不加了 Asuka,你是賺的 是 而且你是僅次於Sean 其實很開心 因為一開始 其實也沒有想到 誰要爭冠軍 或者其他事情 我覺得是很難忘的一次經歷 可以煮東西給人吃 以及可以認識到這麼多位好朋友 主持人都姐就說 Sean拿冠軍是眾望所歸 他也很開心透過節目 發掘到這位男神大廚 因為在廠裡 Sean已經已經贏了 開了行 Asuka也不錯 一定是這兩個人之爭 吳韻龍應該沒得贏 小芳在廠的時候 原來也是處男處神 所以有這麼大的進步 拿到貴軍也是應該的 是